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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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作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区域 朝廷自然都要在这一行政区特派一名官员名为蜀国都尉 这个蜀国都尉对此的进行监管 并且蜀国在政治上必须服务当时的中央的大政方针 在军事上还需听从当时中央的统一调遣 担任征战的军事任务 可以说蜀国的少数民族在建设边疆 保卫边疆方面 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汉族人民一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汉朝政经委有如此大任 朝廷在选择担任蜀国都尉时非常的谨慎 往往都是任命最熟悉边疆和少数民族情况的官员担任点蜀国主管官员 据历史记载 汉朝当时就曾任命苏武为蜀国都尉 那是因为他曾被匈奴扣留长达十九年之久 又娶匈奴女为妻 长期生活在匈奴汉国中 对匈奴的生活习俗 语言 甚至生产都是很了解 可以说是成此大任的不二人选 直到后来点蜀国机构被省并 改由大红卢统一管理 蜀国都为苏武说道 这是不是大家很清楚了 点蜀国这项制度就是我们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我国近代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载入历次宪法 可以说是一项很好的制度 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使各族人民 特别是少数民族 把热爱本民族与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结合起来 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捍卫祖国统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笸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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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 许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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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正 코